以慈心跟悲心而呼吁他们 这个叫做护理国政 这是作为一个发心的王子 他的所当为的事情 那么在这当中 具有追求善法的僧情 这样子的身份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虽然我们跟其他有情众生 在身体方面当然是各有不同 但是本质上来说都是人道友情 所以我们主要的差别 并不是在外表 在身体上的差异 而是在内心的不同 比方说我的本师是要么尼佛 他是一切智 他是圣者 他是佛陀 但是从人道友情的角度来讲 他仍然跟我们一样 看起来都是在外在上 虽然有些微的差异 但是都是人道友情 他与我们所最大的不同 就是内心的差异 他内心具足的饶益 他者的利他心 这样子的利他心是无懈可及 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了 这一点就跟其他有情众生有所不同的 所以当我们发起不提心之后 最主要的工作 最主要所要从事的是什么 是三门当中 从内心去下手所做的功夫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圣僧企 他们都致力于在内心上下的功夫 比方说有许多的高僧大德 近来实现元吉的 佛葬师 所调人不切等等 他们都是真正的佛陀 在世间的展现 那么我们应当要非常庆幸 在这个时代仍然有佛陀的化现存在 仍然有佛法存在 为了这一点就应当要感受到 就应该要感到庆幸 应该要有心生欢喜的 所以前面这一段呢 才有自我欢喜 或者感到庆幸 要有这样子的体验 让我们的家庆幸 哪一切语言 我让人们的好能够 我让大家所招生这里 今月无录于这些国土出现 天心众神主持贞弱国 未成佛险和上人典的 天与美人诸宗愿欢喜 一些相当的 路口 此人 比乎 在 到 高 力 平 他在那裡 說 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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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人頭刀,連人都他們會講 在이가人的工作,他每天穿得了 他們在國際的工作、閉嘴傳送 deván 打Иness世界 雙煞派 nasalặc外地卻有 包括 device 呈你的手都不 bourdu 那些細細細細細細細研究 wiping导致,這種細細細細細細細類的 única電子迦好啦 我给你说 这是一个人的 这是一个人的 因此我担心是也许 这个人的 这就是事之间私认为 就一个人的 不必是 但我应该是 在这一方面 现在我需要 我感じ钱 我使为 我没找到 那 我 出因这 就像是三十八十一川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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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在这种情况下来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来的 当时的 当时的民进入国的国家 民进入国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来的 当时的国家和国家和国家 在这些人说是在国家里的国家 在国家里的国家里的国家里的国家 刚刚所念诵的是观想他欢喜 在此我们将三界的一切友情众生引寝来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上宾 要请他们享用 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般在请客一样 我们对于自己非常关爱的友人 可能常常会请他到府上来做客 提供他食物 请他宴请他吃一顿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宴请的是什么呢 要宴请的对象是三界一切友情众生 我们所提供的并不是食物 提供的是什么呢 是慈心跟悲心 用什么方法来提供呢 透过回向跟发愿的方法 将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予以三界一切友情众生 所谓的发愿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就像是十度波罗蜜多当中 有所谓的愿度跟力度 那这个愿度它的力量 是能够骗及一切友情众生的 藉由发愿 我们内心的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能够扩及一切友情众生的范围 慈心跟悲心就能够使众生 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刻意请求 它就能够获得其中的利益 并且跟自己相处在一起 就好像是在这世界上 不只由人道友情还有其他的友情 包括了像是人们所豢养的动物 例如猫狗等等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猫狗 它们会如影随形地跟在人的旁边 随时等着看有没有食物 实际上为什么它们会如影随形地跟着 就是因为它们知道 这个人是对它有慈爱心的 对它是慈悲的 所以它才会跟着 如果我们是一个缺乏慈爱心的人的话 猫狗是不会跟着它 也不会等着它提供食物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心里面生起了慈心跟悲心 我们具足慈爱心 这样的慈爱心 是用来给予三界六道的 一切有心众生的 把它们换为上宾 使凡是透过见闻念处等的方法 与我们结下缘分者 都能够获得利益 也就是能够见到我们的 能够听闻到我们的 能够意念我们 乃至于接触我们的一切有心众生 愿他们内心的如来葬都能够得以成熟 所谓的如来葬的功德得以成熟 指的就是愿他们内心的慈心跟悲心 能够真实的展开 愿他们真正能够远离苦 苦及苦因 如此的心态就能够成就真实的菩提心 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真正晓得 原来水跟冰是同一回事 众生跟佛也是同一回事 只是随着我执走而成为众生 不随我执走而成为 而本性即是佛陀 众生跟佛本来是没有根本性的差异的 只是因为暂时我执的介入 使得如同水一般的佛的自信 僵化成为如同冰块一般的情况而已 那么我们现在 已经受持了菩提心戒 从此之后就要以菩提心去 饶意有情众生 透过回向跟发愿的方式 令众生能够蒙受慈爱心的功德利益 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令人天大众 有形无情的大众 都能够极为欢喜 尤其是无形众生当中的 天道的有情众生 更加的欢喜 因为我们能够为众生带来饶意 发起菩提心以后 能够真正的饶意有情众生 所以人天在内的一切 有情无情的众生 都会感到欢喜 它的原因在此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需要安乐 所有的众生都希望远离痛苦 而痛苦的根本成因来自于我之 我之会破坏利他之心 今天我们想要发起菩提心 想要真正的升起利他之心 所以会以这样的力量去破坏我之心 以这样的力量给这个世间的众生 带来真实的利乐 在没有我之的情况之下 为众生带来真实的安乐 所以其他众生也为此感到欢喜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要修他欢喜 也就是其他众生 人天大众 普天同庆 这样子的观想 他的原因就在此 很多人这样做的意见 所以还有一种 所有 三 ry Rim的跡来有的 凌落三耶 三 跡来有的 老公只是说什么 老公只是在铁匙 水的白铁匙 水的白铁匙 这个白铁匙 水的筷子 박在铁匙 在铁匙安住 我们 Spirit 我们的瓶牛 就是 是 拿这 来 这个 就是 这 那麽,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为什么人天大众都会为我们 发起菩提心而感到欢喜呢,应当要了解,善根分两类,一个是有肉的善根,一个是无肉的善根 在不具备菩提心的前提之下所造的一般的善根,就称为有肉的善根 在菩提心被摄持的情况之下,以菩提心为前导所造作的善根,则称为无肉的善根 而这样子不论是有肉或无肉的善根,特别是无肉的善根能够给众生带来最究竟的利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天大众会欢喜 就像是禅修菩提心的话,就能够具足禅定的功德,以及般若智慧的功德 也就是六度当中的第五度跟第六度的功德,能够在禅修菩提心当中获得体现 就像佛陀在大解脱经当中所讲的,人与虚余当中入禅定 就能够呼吁三界一切有行众生,令他得安乐 这个道理如果要细读的话,大家应该参见大解脱经的原文 那么以上是受戒,接下来就是相关的发愿 待会在发愿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念诵 这期节目的说明是在发愿,就能够得到一个改参的 而是在发愿的发愿,正在发愿的,就像是在发愿的 这样是有所谓的,就像是在发愿的 就是在发愿的发愿,有所谓的发愿,用专门的发愿 在这一段时间的发愿,我们叫做一段时间的发愿 去开明了,就是在发愿的有所谓的发愿 所以,他们就先上去了,在发愿的发愿 那再来这个发愿就是我们平常 剧足大手印意涵的发愿文是非常常用的发愿文 我们也按照这个发愿文来做最后的祈愿 在祈愿的时候能令祈愿发生力量的有三种面向 第一个是思维力 第二个是如来力 第三个是法性力 所谓思维力或者是意乐的力量 指的就是心里面真诚的纯粹的想要饶意其他有群众的想法 想着无论如何愿众生都能够获得利益 一定要令众生获益的这种亲近的想法 哪怕是一次性的神奇也有极大的力量 这个是思维力或者是意乐力 第二个是如来力 如来力指的就是佛种心如来葬的功德 骗众生一切处 所以本来就具足这样子的如来加持的力量 这是如来力 第三个是法性力 法性力的力意思是说 以利他心能够消融我值的如同冰块一般僵化的我值的心 透过如同太阳一般的热度去融化我值的冰块 这样子以热来融化冰 它指的是法性自然规律 所以以利他心来消融我值 就是法性力的真正的意涵 所以透过思维力如来力跟法性力